AG大比分赢下 EDGM锁定A组 解说GG对异指竹跟卫央 做出犀利评价 无有一记可使小宝上场 梦雷赛后找宜诺跟夏竹做了独家采访 原来宜诺是一位黏人的小朋友 伴随着AG4比1赢下 EDGM锁定A组 大家都对异指竹的印象改观不少 很明显电子经济就是靠成绩说话 就像6.6输了比赛挨骂正常 呼吸拳全靠自己打回来 而解说GG在观看比赛时 更是对异指竹跟卫央 做出犀利评价 无有一记可使小宝上场 难怪大批粉丝变脸真快 转头给宜安道歉 但是我说宜安真是苦肉计啊 黄盖 Crazy 无有一记可使小宝上场 一只竹是宝皇派兄弟们 宝皇派 福太子登记 福太子登记 Crazy Crazy 这么抽象吗兄弟们 就是把节奏转回来 真的有这么抽象吗 虽然说宜安是为了让小宝上场才输比赛 这说法有点夸张 但是魏央首发上场后 他的表现确实是越来越好 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随后孟内找一诺跟夏竹开始独家采访 夏竹的一番话显得情商很高 即使被压力也称粉丝很可爱 更是爆出一诺很黏人 特别喜欢在游戏里跟他贴贴 其实夏竹也是第一次 第一次我们这个线上采访 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就是你来到AG后有什么感觉 来到AG之后的感觉 这边就老板管理层 还有运营 还有我们的队员 还有可爱的粉丝们 都都很好 压力有点大 这个的话是 就重回KPL的时候就已经想过 压力肯定是比K甲大的 但是压力就是动力 没有问题 我觉得压力就是动力 自己打出来 就走自己路 让他们说去 反正我能赢 那下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其实磨合了很长时间 对方的出印象和现印象 有有什么那个具体是什么 就你们两个吧 其实主要是说你们俩 因为今天你们俩采访吧 我对他的话就刚开始过来的话 就感觉他是一个比较那种比较游戏里面是比较凶的打法的吧 然后然后比较调皮吧 然后现在的话就感觉增加了一个黏人吧 什么 游戏里面挺喜欢要我跟他贴贴的吧 黏人我靠 OKOK打成一团了已经 一诺呢 一诺呢 一诺怎么说 黏人的一诺 我对夏拙的说一下 夏拙就是挺内向的吧 然后就平常说话有点暖绵绵的 就他需要 他认识他以后我发现就是他这个人需要很大的自信心吧 然后需要别人相信他 他才能把自己游戏上的东西更好的给展现出来 只能说电子经济结果论 如果第三轮他们依旧没能打出成绩 到最后还是会被压力 甚至是失去首发 大家觉得呢